受疫情影响花莲寿风农会连续十多年的果宴大西瓜 做梅寿粉首度喊咖 农会表示寿粉时节天候稳定 目前西瓜成长状况相当平稳 防疫期间不管有机蔬果或大西瓜 寿风香农会都改以预购宅配方式来销售 省时又安全 寿风香农会从民国九十年开始举办果宴西瓜亲子寿粉体验活动 这项好玩有趣的食农教育体验深受喜爱 每年一旦开放报名很快就会额满了 受到疫情影响 农会首度喊咖 取消了三月的寿粉活动 也不排除取消每一年的五月 跟新北市板桥农会合作办理的果宴大西瓜的行销活动 因为我们花莲的这个大西瓜 其实讲起来在我们全省已经相当相当的有名 那另外我们果宴西瓜在长年来已经打出一定的品牌 那果宴西瓜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行销通路都是走 网路跟预购的这个形态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整个宅经济的状况 因为疫情的关系宅经济的状况 其实来讲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已经都在做的这个 原本都在做的事情 那当然疫情还是多多少少有受到一些影响 目前除了网路的部分我们也开放我们预购的电话 所以我们的这个DM上面都有网路的电话 那也可以透过网路透过我们的电话 传真直接可以做一个下单跟预购 收封箱农会总干事黄启祥说 因为疫情关系不方便举办实体的销售活动 避免群聚感染 所以从即日起到5月10号 将收封箱内西瓜农产品通过电商 网路社群媒体等通路做预购 期盼把在地优质农产宅配供应到全台各地消费者家庭中 也帮助瓜农度过疫情危机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